豆比男星被妻子打脸!薛之谦被排斥!赵丽也不接戏!杨荣被于郑耍! 豆比男星被妻子打脸!薛之谦被排斥!赵丽也不接戏!杨荣被于郑耍! 小表辈们,晚上好! 烧脑时间开始,交白卷的小表辈们,可以围观一下评论啊!真相帝往往就隐藏在其中! 说一位圈内曾因为豆比属性红过一段时间的女男演员吧! 她对外形象一直是很深情的,这倒不是她找团队包装的,而是被路人跟拍到私人行程发现的! 男演员对妻子超级好,打散总是大半倾向妻子,穿着运动鞋抱着穿凉鞋的妻子烫过积水等等! 可是,男演员的妻子却送了她一顶公开直播的绿帽子,当时还有很多网友为她感到不值! 男演员和妻子的感情冷淡下来了,虽然没有对外公开过什么,可是男演员已经搬离原来的住所,加上拍戏,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剧组! 她最近正在拍一部正具题材的作品,瘦得不行,整个人比以前缩小了一号! 一派,薛之谦的资源怎么样? 薛之谦资源是没法和当红时期了,可是可没过气到18线的地步! 今年,她的综艺邀约也很多,但不会像以前那样是节目主推的宣传点了! 她最近又接了一档歌曲类的综艺节目,参与节目的好多都是快男超女出来的艺人! 一派,赵丽颖,赵丽颖有新戏了吗? 赵丽颖休息有一段时间了,接下来新戏要上,她会跟着剧组做一些宣传! 另外还有一些伤眼带颜的通告要参加!至于新戏的资源,有在谈但是还没有定下来! 赵丽颖之前忙工作连轴转,身体不太好,现在只要休息不好就没精神! 一派一派,杨荣,说说她的料吗? 杨荣在圈内算是一个很佛性的女艺人了,有合适的戏就拍,没戏就带在家看看书,写写佛经,或者是出门游玩一下! 她跟着于正,不说大红大紫,起码避免了很多女艺人要面对的一些问题,唯一的bug就是资源! 余正最近筹备了一部IP剧,电名要她演! 只希望这一次是她能说的了算的,可别溜分了载! 原来赵丽颖还是演过这么搞笑的一个角色! 网友,银宝真是可爱到爆! 由鲍贝尔导演的电视剧《欢喜密探》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,该剧可谓是剧星云集,差不多有半个娱乐圈的明星,请来了数十位明星来客串,其中一大看点就是赵丽颖! 赵丽颖客串的角色叫重重,简直就是本色出演,又萌又可爱,大大的眼睛,厚重的头发脸,又黑又粗的眉毛,一看就是非常搞笑的角色! 赵丽颖向镜头缓缓缓走来,手中拿了一个胡萝卜,一直在吃,真是应了银宝这个吃货的角色呢! 让网友直呼可爱道报的一个看点就是银宝的一副台湾枪 开口一句大叔 我认识你吗 直接可以进军邪心的道路了 最后说了一句神经病 简直是让网友哭笑不得 称连报粗口都那么可爱 这样的银宝是不是让萤火虫们都爱不释手呢 你们喜欢吗 欢迎评论我会看的